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加油站 加油站里住着六名青春靓丽的少女 别看他们经营的这家加油站又小又偏僻 据说前任老板直接亏的只剩下裤衩跑路了 可就是如此不被人看好的一个加油站 在六名少女的特殊经营下 直接就成为了小镇里GDP的支撑柱 话说某天一位顾客前来加油 他只是觉得女店员很漂亮 忍不住侧身浏览了下裙底风光 再被少女发现后本以为会遭到训斥 结果万万没想到男子竟然解锁了特殊服务 原来这家加油站不仅能给车子加油 甚至还能给顾客本人加油 这一发现使得男子大为惊喜 于是就把惊喜分享给了自己的朋友们 而在男子的大力宣传下 加油站原本冷清的生意也逐渐有了热度 其余顾客有样学样的在加油时 只需微微侧身暗中观察一下 少女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 这仿佛就像是一个暗号一样 如果不需要特殊服务就直接加碗油走人 若有需要微微侧身即可开启高级服务 然而好景不长 少女加油站的秘密服务 很快就被镇长等一些人员得知了 镇长可是有美貌秘书陪伴的人 他当然要主张扫簧打飞 想要制裁少女加油站 可就在镇长外出去开会时 一名早已等候多时的胡子男 却悄悄溜进了镇长的家中 没错 镇长家后院竟然起火了 甚至给镇长戴原谅帽的胡子男 还是他的手下 对方趁开会的功夫去办那种事情 除了镇长之外 其余人全都知道 准确地说他们也全都在期待 至于是期待什么 我们稍后揭晓 此番会议 最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因为除了镇长真心想要制裁少女加油站之外 其余三人都想让加油站多存在一段时间 为了能再多光顾几次加油站 他们表示 这件事还是从长记忆的比较好 比如多掌握一些相关证据 镇长想要制裁少女加油站的风声 不知被谁走漏了出来 然后刚刚生意有所起色的加油站 就再次变得有些冷清了不少 加油站的少女们对此感到郁闷不已 因为生意的冷清 仅仅只是耽误他们赚钱也就算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寂寞的心也得不到满足了 同时镇长的会议仍然还在频繁召开 而每次开会都会有一名成员迟到 迟到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他们在轮番去镇长家照顾他的秘书 这也是之前所提的大家在期待的事情 镇长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家后院起火 也不知道他给加油站少女们所带来的麻烦 这些少女因为顾客的减少 现在是缺钱又缺爱 虽然平时仍有个别大胆顾客前来光顾 可整整六名店员根本就不够分了 于是一些没有轮到自己的店员 就非常寂寞的和电影中的成人节目搞起了互动 节目中的男人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 以此来满足屏幕前长期没人安慰的女性 然而这些虚假的动作毕竟只是幻想 根本不能实质满足人们长期积累的欲望 为了这个问题六名少女那是苦恼不已 甚至表示只要能解决长期干旱的麻烦 赚钱不赚钱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如果在解决干旱的同时又能赚钱 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 偶然一次六名少女在同时观看一档成人节目时 突然就灵光一闪响到了一招妙计 他们根据节目中的特殊发明 打算用自行车自制一款 能令人身心愉快的健身神器 看这神器的构造想必不用我多介绍 大家也能明白 她不仅能帮少女们锻炼身体保持身材 更能填补她们因为生意冷清而空虚的身心 六人非常自觉地轮番使用自行车 初用时或许会感觉有点不适应 可渐渐就会觉得十分舒爽 直到最后更是忘我的开始疯狂猛登了起来 在神器自行车的帮助下 六名店员也是心情大好 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跑步散心 而六名欠力轻盈的身影 也是牵动引了小镇里不少男人的心 他们全都没忍住悄悄跟了上去 包括镇长也不例外 甚至为了看得更轻她还拿了望远镜 也不知道六名女子是否发现了跟踪的男人们 彻底放飞自我的几人 竟然挽起了裸奔 这极具冲击性的一幕 看得包括镇长在内的众人口干舌燥 那么这六名少女到底是会被制裁 还是会留下呢 镇长为此再次开了一场会议 当然镇长并不知道她的秘书 也在多次的会议的掩护下 被自己的手下轮番给照顾了个遍 然而就在你们以为镇长很亏的时候 哪知老谋深算的她却做出了一个大决定 那就是不仅不再对加油站少女进行制裁 甚至还要在他们的对面开一家餐馆 如此一来只要加油站的生意好 餐馆的生意肯定也会跟着好起来 小镇的GDP自然也能一起上涨 对于镇长的提议 其余几人当然不会反对 因为他们早就是加油站的常客了 而就在开业的当天 众人竟然忙里偷闲 集体再次帮加油站充了一把业绩 这些人中就包括了镇长在内 连镇长都被收买之后 加油站的生意那是想不火都难了呀 而看完本片之后 我想说的是 GDP虽然很重要 但这未免也太乱来了吧 简直和日本一样胡闹 一边想要立法禁止色情行业 一边又舍不得行业所带来的巨额利润